来 大家好 我是可可 我是超 夫妻看房 今天我们来到Turtle Rock 这个是离学校非常近的一个门禁社区 我们第一次来这个门禁社区里面看房 因为这个社区里面房源算很少 这真的是这半年我们看房来第一次处这个社区 是不是 近这个社区 对哦 植物种的还不错哎 是的 房子多少钱 390万 对 房子价格而且跟这个面积 单尺价格还挺合算 四房是吧 嗯 OK 我们马上到了 OK 我们到这套房子了 然后其实它是个五房 对 刚才超哥车上说四房不是 对 我说错了 而且呢 4200多尺 占地有14000尺 390万 占地我不知道 0.34a克 会算数没 就是大概14000尺 14000尺 OK OK 三车库 这好像前面看看又挺适合我们的 看数据挺适合的 看数据 大家看房子吧先 然后这边前院我喜欢这种 哇 前院这么大的 好像很有面子的感觉 OK 哦 这样子绕一圈 哦 它植物长得 就这个植物 这个植物有点难看 这个植物没有打在我们的心上 是不是 这种树的到处树皮剥落的这种状态的 不喜欢 anyway 就是这个前院的这个style还行 面积是有的 对 这种贴面我可能要贴一下 不能这样子 我觉得 1994年建的房子 关键还是因为它老 对 但是在1994年 如果有你看大型的这样的玻璃窗 对吧 就当时最现代的风格 当时已经是很牛逼了 是不是 OK 那我觉得这个厅我是喜欢的 对 进来就20尺以上的巧空是非常好的 而且我很喜欢那种感觉 我喜欢这种这个窗户这么多 然后又对着我的前院 但是我们两个对牛弹琴 一点也不懂 我们俩是没有什么音乐细胞 但是 而且我们的小孩也没有 没有一个会弹做的 但是这个位置我就会作为我的书房 他们也尝试过 这个书房太好了 对 这个作为我的书房我就爱了 我跟你说 嗯 可以 然后这边会客厅嘛 我们有一些客人过来跟我们聊天啊 聊聊房子啊什么的事情哈 嗯 对吧 这个位置作为会客厅 挺漂亮的 所以很棒 OK 然后你看这边整个上来这边楼梯也是 就是调高的面积很多 对 然后我们到这个位置 这是它真正的Family Room 这个好像是老外的感觉 但是又有一些中式的这种元素在里面 你看它的这个啊 灯啊什么的 瓷器的灯是吧 对 哎 为什么我喜欢哎这套 哎呀 我觉得我 它它对我来说说我觉得它保养的很好 我装修一下 地板装修一下 然后那个那个这个东西哈看着很老 其实我只要把这个涂白了 嗯 或者说我换一个什么瓷砖贴面 它又变得很现代了 是的 对吧 是的 哎 这套我喜欢哎老公 嗯 OK 我们先去看院子 有没有那个哦 它说有若日景 哦 我看到了那个啊 看到了啥 这是Fashion Island 哦 这居然是个小Fountain 是的 你有没有看出它这种 看出了在滴水 多词一举的感觉 哈哈哈 OK 来看 14000的战地 它可能前后院比较平均 前后院比较多 但是这个院子它是一个异形 就是它是一个好像这样一个一个 斜的 斜的这样出去的 我感觉这个我不喜欢 不 Anyway 这个有个泳池不能说它是减分吧 肯定是加分 是的 但这个泳池确实需要好好的改造一下 它在那里挂一个钟是什么意思 I have no idea 哈哈哈 琪琪你每次有30分钟 拆了拆了拆了 它这个院子吧 总的来说还是OK的 当然 唯一就是它这个异形的尺寸 这样往那边好像这种很煞的感觉 就我又要说风水 哦 你就那种感觉 风水到请风水师看一下 请风水师看一下 但是我喜欢它植物 你看这一排植物 这得花多少心思 要养很多年 对不对 你看这排 我真的 这个我爱了 这我妈估计也喜欢 隐私树墙 隐私树墙 OK 目前so far 我对这家屋主很有信心 因为它保养的很好 嗯 看它的院子里面 捣翅的这些花花草草啊 都不错 嗯 然后这边 甲山 那其实它这一片的使用的方式 比较的boring以及没有用出来 就是把这一块我们应该会铲掉 我觉得 嗯 对不对 这一块铲掉 你又可以做什么高尔夫球果领啦 是不是啊 嗯 这个它呢还是做了个造型 但是它做的这个造型 对我们来说是个鸡肋 我们又有小孩在那爬来爬去 跳来跳去 对 是不是啊 还不如拿掉开过一点 我不喜欢这个主色的这一块 对 然后你看这边就通往它的前院 嗯 so far这家植物可以的 我觉得它种的树 我派你 派你做件事好不好 你身高高 你真的看看这个风景 有没有能够看到 那我应该去二楼啊 他刚才说能看到Catarina Island 哦不 我说我可以看到Fashion Island 你能举起来看的吗 看着看得到吗 嗯 其实看不太到了 看不到 就能看到那边最高的楼嘛 好吧 那我们进去 OK OK 这是早餐区 嗯 早餐区以后这里有个小吧台 吧台改成了像书房一样 no 就是吧台 哪里像书房 只是他现在放了Listing Agent的展示的东西 他就是这个 这个可以 放的是CD啊 什么唱片的 吃早饭是吧 嗯 然后呢就是唯一这个就是我们家最不喜欢的 做菜 做菜在中间 然后抽油烟机没有是这种吸的 就是对于我们那种中式我妈那种做法 是 这不够 这会是个问题 完全不够 冰箱的size也不够 所以这个厨房反正我们如果打算重新倒腾重做的话 我估计会干脆就全部重来 因为这我也不想要 这个台面我也不想要 柜子也不想要 地面我也不想要 我还留着它干嘛 我们可能会把这个部分改成冰箱 然后呢把冰箱的位置改成了灶台 然后从那边打管道打出去 我们墙外面 然后这边就直接改成一个中导台 yeah yeah OK 来看看我们的 来看看我们的 来看看你们的 正餐厅 正餐厅 OK not bad 是不是 这个正餐厅的尺寸 大家不要被他的 他这个套房子的格局 我刚才看了还是不错的 不要被这个地面所影响 这个地面找个师傅换一下 楼上楼下七八万美金搞定 so easy OK 那也会有个卧室吧 这边有一个抛的厕所 抛的room 抛到半个卫生间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客房 客房那里有一个全域 卫生间全部要倒腾过 都是那种小砖 你可以进去看看 对 一个小砖 这个全部弄过 但这是个客房嘛 对不对 客房 然后洗衣房在楼下 哦 就在这 所以那个可能是一个保姆间 就是一楼客房吧 然后我们看一看这三圈 这三圈库的尺寸比我想象的小 对 那个门其实有点窄 我都不知道那个路虎能不能停进来 然后这中间还有颗大柱子 是的 我不太喜欢那种柱子分开那种感觉 让我看看这个 哦 这个很神奇啊 那上面还能敲 还能开 是的 就是他想开还能够再开更大的 行吧 那我们上了 那我们知道的装修确实 我给你 你觉得这是干嘛用的 老人的轮椅或什么的吧 对对对 你太聪明了 所以说明这一家人 他就是可能使用那个 比较年长一点 对的年长一点 OK 那对于我们来说 没什么用就要撤掉 对吧 对 所以我刚才看了 这是第一任务屋主 就是说他第一任务屋主 主要现在 对对对 你看这个就是他的这个 这 So far觉得这套房 目前看到这个位置的感觉 就变成说 我们可以住到80岁 如果不撤到它的话 OK Wow That's very bright Very bright Yeah 这个采光太好了 是不是 Yeah What had she come down down OK 是可以看到那个 Fashion Island 是不是 可以看到Fashion Island and the city view but not ocean view right but still has a lot of good view 山景吧 Yeah Alright Let's see the bathroom Oh 这个也够大 对吧 对 那它就是几乎 我都没有在装修过 这个卫生间怎么说呢 可能那个年代是非常高级的存在 199几年吧 那个时候我可能才7岁 对吧 当年我七八岁的时候的国内的装修风格真的也是这样 是不是 它这个厕所就要重新弄了 但是它的这个位置和这个是好的 结构啊各方面 这就意味着我们里里外外装修要花不少钱 花的不少钱 因为它这个卫生间你看很大其实 它几乎只能留这个结构 剩下的装修没有一个能用 没有没有能用的了 确实是 OK我们 Loft 对吧 一个小亭儿 然后进来这边 房间树也够用 是不是 嗯 你看小朋友房间一二三 对 很适合 很适合 想要三个小孩 我们三个小孩对不对 哦 但是卫生间少一个 所以他们三个共用一个 这个有点少 哦不是不是那两个共用 这个有一个单独的太好了 太好了这个是儿子房间 对吧 儿子房间它有单独的一个卫生间 嗯 然后呢 女儿 这两个女儿就是稍微辛苦一点 是 而且它还有一点好 是它对面并没有邻居 是的是的 单边录的 是的 嗯 嗯 I like it actually 我喜欢 就是等于大概头10%到15的装修 40万装修 有 390装修完加40等于430 Right 考虑一下 好 下一套 好 走吧 边开边说吧 对不对 我觉得可以讨论一下这一套 因为这套是这样 我觉得这一套从数据上满足所有我们的要求 门记社区离我们现在上课的Turtle Rock学校近 三分钟 然后呢价格在4个Million以内 嗯 是吧 390万 都是普通我们要求 然后呢有三车库 只能有4200尺 暂时就有14000尺 但它唯一的问题就是说呢 它是一个老房子 94年建的将近30年的房龄 然后呢内部的装修呢 让人觉得比较成就 自己要装 然后呢我们又因为工作忙到不行 自己装的这个时间是稍微好 我不知道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 如果这一套老房子我们看不上的话 咱们就别看老房子了 是不是 因为这老房子其实真的没有任何什么问题了 对这算是老房子里面的极品了 它里面的状态呢 其实是需要维修 以及remodel的 重新装修的 位置啊 位置占地结构已经属于老房子 就它的核心要素是绝对符合我们要求的 符合的地段 对不对 有 我们现在深深 我们在外面还不肯走 在那里深深的 思考一下 思考 并且在看这套房子来看房的人有多少 但就是你看到外部的样貌 以及内部的装修 让人就是说觉得比较过时嘛 经常也劝客人说装修这个事情是可以自己后期弄的 不要就去看结构 遇到自己这里的 也是这样在说服自己 当然了 每一个人要去花更多的半年心思去装修 都是对吧 都是辛苦的 不是说不辛苦的 这都是心血 我们还去牛泊那套比一下吧 走走走 anyway好不好 我也是三百多 去比一比 做个对比 好 Let's go 走 这个社区叫Turtle Rock Summit 然后这边开过去就到学校了 其实我们平时经常路过它 是吧 从开学 9月份开始一直是路过这个社区的 这个社区其实理论上讲是非常符合我们要求的 就还是那句话 如果这套还下不了手 我觉得就带到Otel吧 就买新房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缺点就是说呢 这个社区的明显居住人口是比较偏老龄化的 是的 然后呢肯定也是以这个高加索白人为主的 嗯 Asian的或其他的就是会比较少 就我们在这个社区呢 可能交朋友会不是一个类型的 啊 对吧 不过说像Otel就是有大比较多多的人 和我们是比较能够合得来这样 嗯 所以这也会是一个问题吧 我打算一下 我打算一下